北台灣昨天遭到暴雨強襲 基隆有多處淹水 麥金路黃泥水不斷的沖刷 西定市場地下室 六部轎車全都泡水 西定路南融路的水 淹到大腿的高度 有車主很無奈 只能夠用杯子 不斷的把水倒出車外 而民宅店家也無一倖免 生財工具全都泡在水裡 損失慘重 還有民眾擔心到 整晚都沒水 滾滾泥流不斷沖刷 水又快又急 基隆麥金路整條馬路 瞬間變得像是河道 這太嚴重了啦 水溝都滿了 這邊所有的水都滿了 眼前景象民眾直呼離譜 暴雨狂炸 水溝蓋來不及宣洩 水全都滿出來 交車警報器大響 雨量驚人 不少地方水淹近一個輪胎高 西定市場地下室 多部車輛泡水 大雨還淹近民宅 住戶只能用掃把 無奈掃水 參考火車站周圍野城汪洋一片 中坪街外 甚至還有邊坡滑落阻斷道路 出目驚心 這水淹的民眾錯不及防 就安心睡覺 怎麼知道後來 整個這邊都淹進來 都軟機拔到雨 我們都倒了 所以你的摩托車也壞掉了 壞掉了 早上來才發現 所有東西都有泡水 身材工具全泡水 南融路淹水災情嚴重 愛車也成小水池 車主只能用杯子 把水倒出車外 他就拿去洗 不然都是泡水啊 地勢地蛙的廟宇則是被水沖得亂七八糟 香爐 木櫃和水桶都被沖倒 一片狼藉 這樣兩百年 我這樣比較乾淨 就要問我 真害怕 真苦蠻 怕就要去泡都不客氣 擔心淹水噩夢 民眾整夜沒睡 西町路同樣很慘 水無情的淹進家中 民眾叫苦連天 地下室更是無法倖免 淹到輪胎以上 六部抽 三台抽水機抽六個小時 還沒抽完 西町市場地下停車場 變成大型蓄水池 23號淩晨 基隆暴雨狂淹 白天水雖然退了 但善後家園的工作 才正要開始 這個蔡志恆就有報導